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月14日至17日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 并对瑞士、爱尔兰进行正式访问 中共洛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2024年1月13日至18日 应邀访问埃及、图尼斯、多哥、科特迪瓦 这也是中国外长连续34年年初首访非洲 之后王毅外长将于1月18日至22日应邀访问巴西、雅买加 下面欢迎大家提问 先问这几点点 您刚才发布了李强总理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的消息 能否进一步介绍与关活动安排和中方期待 与会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论坛年会开幕全会 并作为受邀领导人发表特别致词 当前世界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重建信任 我们期待同与会各方一道 加强交流沟通 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 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共同应对挑战 做出中国贡献 中国日报 发言人很火介绍李强总理 此次访问瑞士和爱尔兰的有关安排和期待 中方如何评价当前的中瑞关系和中爱关系 谢谢 李强总理访问瑞士期间 将同阿姆赫德主席及其他联邦委员举行会谈 就中瑞关系及各领域的互利共赢合作 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中国和瑞士建交74年来 双边关系发展良好 2016年两国确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 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达成一系列重要合作共识 为中瑞关系的发展做出重要战略引领 双方在经贸、金融、创新、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基础深厚、潜力巨大 李强总理此次访问瑞士是2024年中欧高层交往的开端 中方期待通过此法进一步推动落实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保持中瑞高层密切交往 增进政治互信 加强双多边合作 共同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 更好地充实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今年是中国和爱尔兰建交四十周年 当前中外互惠战略伙伴关系平稳发展 各层级往来互动频繁 经贸投资、绿色发展、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持续深化 此访期间 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巩固政治互信 深化各领域合作 深入沟通 中方期待同爱尔兰方面一道努力 推动两国关系 实现更大发展 为中欧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做出新贡献 谢谢发言人 总台阳市记者提问 刚才您也宣布了 中国外长今年首访非洲是有何特殊的意义 那非洲之行结束后访问 巴西和亚美加又有何考虑 另外中方对这一次的访问有何期待 谢谢 中国共同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此次访问非洲四国 将延续中国外长三十四年来 每年首访非洲这一优良传统 去年的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 习近平主席提出支持非洲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 人才培养三大新的合作举措 非方反响热烈 今年中非合作论坛将举办新一届会议 埃及突尼斯多哥科特迪瓦都是中国的友好合作伙伴 王毅外长此访旨在推动落实中非领导人对话会的成果 就中非合作论坛新一届会议同非方对接 更续中非传统友谊 巩固中非团结合作势头 巴西亚迈加是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 中国同两国传统友谊深厚 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成果丰硕 在诸多地区和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者相近的立场 今年恰逢中国和巴西建交五十周年 中国和亚迈加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 通过此法同两国进一步夯实政治互信基础 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友好合作 密切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作 推动中巴中亚及中拉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现在人香港中平社记者提问 建议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兰亲属量解备忘录 有报道称量解备忘录包括埃塞江重视承认 索马里兰共和国等内容 引发非洲之角地区国家争议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中方一贯主张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支持各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索马里兰是索马里领土的一部分 中方支持索马里联邦政府维护国家统一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 我们希望地区国家通过对话 处理好本地区事务 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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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中方的 有任何中国租资人被杀或被杀在暴力中 可以说一下中国商业和社会的影响 至于中国商业和社会的影响 谢谢 1月10日,巴兴首都莫尔斯比港发生局部骚乱 当地多家商铺遭到殃及 有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 获悉之后,外交部指导驻巴兴使馆 立即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使馆已经向巴兴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 敦促巴兴政府迅速采取有利措施 全力确保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 使馆还通过多个渠道指导当地的中国公民加强防范 在此,我们也提醒在巴兴的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局势变化 远离骚乱区域加强防范 确保自身安全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即时报警并向使馆寻求协助 也可以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 外交部合住巴兴使馆将即时为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提问 彭博社近日报导称 过去一年中国与17个国家和地区提升关系 其中多数为发展中国家 报道称 中国寻求团结全球南方 而美国的外交战略则依赖于主要由富裕国家组成的联盟 但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 拉拢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在发展对外关系上 中国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平等和尊重 我们认为每个国家都应在国际体系中有自己的位置 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 世界的未来需要由大家携手创造 刚刚过去的2023年 中国不断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朋友圈越来越广 新朋友越来越多 老朋友越来越铁 这是因为中国始终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原则 同各国发展关系 也是中国国际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日益提升的体现 同个别国家搞小圈子 谋地缘私利的做法有本质区别 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意愿 始终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坚定的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 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 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 我们将继续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 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 同各国一道携手应对挑战 推动世界走向更加美好光明的未来 谢谢 谢谢 Another one from LFP The Taiwan Affairs Office has said the election candidate Lai Jingda poses a severe danger to cross-straight ties We haven't noticed any similar comments regarding other election candidates In addition, the Taiwan Affairs Office has also urged voters in Taiwan to make the correct choice What candidate does the Communist Party want to see win the election? Do China's comments represent interference in Taiwan's democratic processes? And why does the Chinese mainland seem to think the way to win over the Taiwanese public Is to make these statements about potential future conflicts between across the strait Thank you This question I recommend you to understand the national affairs This is not a foreign issue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The New York Times has asked The New York Times is in 2023 12月16日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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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March New York Times Yeap 中国和阿根廷建交五十多年来 阿根廷历届政府均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中方愿从阿根廷方面一道 不断深化两国政治互信 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发展 中文社记者提问 据报道韩国总统以西约10月签署任命案 批准赵队列担任韩国的外长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是否向其表示祝贺 谢谢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 王毅外长已经向赵队列先生致电祝贺 中韩互为重要禁令和合作伙伴 推动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是双方应当持续努力的目标 期待赵队列外长为此做出积极努力 谢谢 afp again Can the Chinese side provide any more details of the agreements is assigned with the Maldives there were some deals yesterday signed including on climate, agriculture and infrastructure but the official readout seem to contain few specific details and also could the foreign ministry give an idea of the value of the total value of these deals thank you 感谢你关注 我想你提到的是中国和马尔代夫的合作 对吗 感谢你关注马尔代夫总统对中国进行的访问 关于这次访问呢 中方已经详细地发布了消息稿 我没有更多可以补充提供的信息 Question from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In Pakistan, a large number of project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under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or do you have any details to share with us here thank you 中巴经济走廊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先行先事项目 在中巴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走廊在交通基础设施、能源、瓜达尔港等领域 形成了一批早期收获 有力地推动了巴基斯坦的经济社会发展 和地区的互联互通 为两国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中方愿同巴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 坚持高标准、可持续、会民生的目标 共建增长走廊、民生走廊、创新走廊、绿色走廊、开放走廊 打造走廊的升级版 更好的助力中巴两国的发展 造福两国人民 谢谢法令人 卢特首记者提问 我有两个关于台湾选举的问题 第一,昨天美国有关官员称 台湾选举结束之后 白宫将派一个非正式代表团去访问台湾 请问中方对此举有何评论 第二,昨天美方也称 需要反对任何干涉台湾选举的行动 有报道称这是对中国的一种警告 请问外交部如何回应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势的官方往来 美方应当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不得以任何形势介入台湾地区选举 避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不容任何外部干涉 美方公然对台湾地区选举说三道四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我要强调的是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我们敦促美方客手一中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以实际行动兑现美国领导人所做的承诺 停止以任何方式介入台湾地区选举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从Antara Indonesian Foreign Minister Narekno Marsudi Narekno Marsudi in Manila说 各方行为宣言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推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目前准则磋商进展顺利 已经完成了暗文的二读 启动了三读 各方还通过了加快达成准则的指导方针 南海问题十分复杂 还面临外部干扰 我们希望东盟国家同中方一道 朝着既定目标 加快磋商进程 早日达成准则 总监国家关系 阿兰 联合国家 觉得我们本身的主要 主要是 跟中国人共同意 解决 解决 情绪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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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lso provide further details about what President Xi said about the pipeline. Thank you. I have two questions. One, the first one i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was quoted today saying that they'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y committed to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pointing at Chinese actions. The recent clashes between Chinese and Filipino vessels in the area. Do you have any comment on what she said? Thank you. Thank you. 李陈介余 Even though there is precedent for this meeting, it should not take place. Thank you. 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